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亲爱的你晚上好 这里是十点读书 我是主播赏心情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 惊人的懒蚂蚁效应 为什么你越努力越平庸 你知道吗 香水制作过程中 95%都是水啊 只有5%不同 而这个至关重要的5% 是香水市场竞争的关键 香精就是这个5% 人们要花五年 乃至十年时间 才能将所有的精华聚集在一起 萃取成香精 加到水里就成了香水 人生正如这香水 生活95%的东西 基本相似 差别就在这关键的5% 一个人只有淬炼自己特有的5% 才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味道 人活一世 有些人看起来兢兢业业 但始终业绩平平 还有些人 还有些人一直在努力 却总是原地踏步 一个人的成长不是简单的做到勤劳就可以了 而是要将勤奋聚焦到点子上 才能成就与众不同的自己 真正聪明的人 都懂得精准勤奋 用有限的精力 收获最大的效益 一 低质量的勤奋 比懒惰更可怕 听说过懒蚂蚁效应吗 在蚁群中 大多数蚂蚁都很勤快 清理蚁血 搬运食物 照顾幼蚁 总是忙忙碌碌的 只有少部分蚂蚁 整日无所事事 在羽群周围 东涨希望 悠闲度日 生物学家 把这少数的蚂蚁 叫做懒蚂蚁 有趣的是 当蚁群面临食物缺乏时 那些勤快的蚂蚁 立刻乱成了一团 而懒蚂蚁们 则不慌不忙 带领蚁群 向新的食物园转移 原来啊 懒蚂蚁们 不是真的懒 而是把大部分时间 都花在了侦查上 它们看起来 游手好闲 但大脑从没有停止过思考 这就是著名的 懒蚂蚁效应 一个人 宁愿做一只懒蚂蚁 也不要只是徒劳的心情 因为 有些时候 肢体上的任劳任怨 往往是你低质量 勤奋的保护色 最近遇到一个 客服部门的实习生 天天加班 早出晚归 业绩 却总是足理最低的 仔细观察后才发现 他业绩垫底的原因 不是不勤奋 而是不动脑 不懂判断 面对没有回应的电话 他只会等电话自动挂断 再跟着系统 接通下一个用户 不懂变通 办理业务 说服客服时 他只会机械性的 朗读班族下发的手册 活脱脱一个 没有思想的工具人 而与他一同入职的其他人 每天掐着点上班 准时下班 却因为会随机应变 整理话术 不但效率比他高 业绩也比他好 两个月后 公司转正考核 大家都留下来了 唯独这位小组 最辛苦的实习生 没能通过 其实比懒多更可怕的 是低质量的勤奋 因评判一个人能力的高低 从来不时看你有多努力 而是看你做出了多少成绩 因此一个只会机械式勤奋 而览于思考的人 往往只有苦劳 却没有功劳 长期以往 不仅难以达成目标和成就 甚至会离目标越来越远 最笨的努力 是看似忙碌 而不用心的劳作 富有成效的勤奋 才是打开成功的正确方式 决定人与人之间真正差距的 从来都不是努力的程度 而是勤奋的质量 二 百分之九十的勤奋都是无效的 著名的推销员乔吉拉德 十六岁便辍学打工 他在成为一名专业的推销员之前 一直勤奋上进 却始终无所见数 在开始的前二十年里 他做过过路工 开过赌场 甚至当过小偷 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 吉拉德在年少时 对人生和工作 勤奋且有冲劲 但凡听到哪个行业赚钱 便立刻屈指若鹜 三十五岁的吉拉德 尽管他一直很努力 但他并没有得到 自己想要的财富 反而身体越来越差 不仅生患严重的气喘病 还背负着六万美元的负债 身心受创的吉拉德 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过往 原来他一心只想赚钱 却从没有思考过 怎样赚钱 才能稳定持续 反省后 吉拉德决定脚踏实地 到一家汽车经销乡处工作 从一名实习生做起 他用一支笔 随时记笔记 积累知识 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 积攒销售人脉 遇到困难时 打磨自己的心态 三年内 吉拉德一直朝着 一个方向前进 不再随意跳槽 最终 他以1425辆汽车的成交量 成为了全年最佳销售 更在此后连续12年中 打破汽车销售的吉尼斯记录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的勤奋 就如前妻的吉拉德 往往是廉价的 付出的汗水和回报 总是不成正比 这种忙碌 没有方向 不分主次 也不够坚持 只有将你的时间 精力 投入到最精准的地方 你才能取得 想要的结果 如果勤奋只停留在表面 而忽略了本质 那所有的努力 都只是一句空谈 只有在战略上深度思考 行动上精准勤奋 才能摆脱那拼体力的 最低层次的勤奋 做到精准勤奋 是从被动迎合 向主动学习升级 如果不能精准勤奋 那么大多数人所做的努力 百分之九十都是无效的 三 懂得精准勤奋 你就赢了 我们这一代人的困惑 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 大部分人 看似的勤奋 不过是思维上的懒惰 导致的 唯有不断精进自己 才能步步进阶 摆脱低质量的勤奋 养成精准勤奋的习惯 才是你人生进阶的第一步 要想每一天的努力 都成为未来的基石 不妨先学会精准勤奋 一 努力前 先深度思考 不要盲目勤奋 美团创始人 王兴曾说 多数人 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 愿意做任何事情 一个人的勤奋质量 其实也代表着 他的思维深度 若是一直徒劳的 挥汗如雨 不如深处思考 注定终日瞎忙 陷入无效勤奋的陷阱 一个盲目勤奋的自己 难以拥抱璀璨的明天 唯有深度思考 提升勤奋的质量 才不至于将一辈子的聪明 耗费在肢体的勤勉上 做事前多做些了解 从整体看问题 不要局限在局部 多换位思考 千万不要站在上帝的视角 看问题 多问几个为什么 找到事物的本质 才能对症下药 多想几个可能性 找出可能存在的问题 全面看待事物 二 聚焦于行为本身 提升做事效率 美国心理学家 鲍麦斯特 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 叫做自我损耗 所谓自我损耗 就是我们看似 什么都没做 但是外界的 一举一动 一起一扶 都能打乱我们的节奏 都是在损耗自己的 心理能量 而每消耗一点 心理能量 我们的执行力 就会下降 让我们在努力 一天后 又累 又没有收获 所以有时候 我们明明很努力 却还是会一无所获 甚至身心俱疲 远离那些 与目标无关的事 将精力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上 才能做到精准 勤奋 只有聚焦于自己的行为本身 让行动专注于自己的目标 才能提升做事的效率 三 拒绝间歇性努力 保持勤奋 常态化 古话说 若有恒 何必三更眠 五更起 最无益 莫过一日铺 十日寒 道理很简单 但能做到的人 却很少 也许你一直都没有放弃过 但也一直没有成功过 因为你的努力 向来不持续 间歇性的努力 和持久的坚持 往往看似一步之遥 却失之千里 因为每一次间歇性的努力 都是一次新的开始 从没放弃的你 其实一直在缓慢起步啊 保持常态化的勤奋 是对自己的过往和未来最大的担当 宁可循序渐进地走出舒适圈 也不要突然地发力 量化自己的努力 宁可每天收获一点点 也不要企图 通过间歇性的发分收获全部 宁可偶尔放松一下 也不要停止努力 再起步 又是一次开始了 四 多做复盘 总结经验 经常反攻自行 世间的万事万物 都有其发展的规律 它们是不会因为人的主观意识 而改变的 但事物的反馈 是真实有效的 能说明你的努力方式 是否正确 是否需要改变 无论做什么 当结果没有达到你的要求时 可能不只是你的努力 还不够 多做复盘 总结经验 经常反攻自行 可以优化你的努力 让你的勤奋 更有价值 俗话说 Winner is King 结果好 才是真的好 你走过的每一步路 对也好 错也罢 它都是有存在价值的 多总结复盘 从过往汲取经验 才能收获 适合自己成长的路径 作家吴君曾经说过 在这个不断贩卖焦虑 和鼓吹努力的时代 让自己有机会闲下来 是一种难得的品质 人生的悲哀 莫过于没有思考的埋头苦干 还要美其名曰 勤奋 真正的努力 不在于肢体的忙碌 一个人最大的成就 往往来自于高效的勤奋 盲目努力 不如停下思考 无效勤奋 不如有效自行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多思考 聚焦行为本身 保持勤奋常态化 你所期盼的未来 一定会如约而知 好了 亲爱的你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儿了 愿我们懂得厚积薄发 以缓克及 不浪费一丝努力 精准前奋 和美好 不期而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